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愛的DIY教室 我是提依 今天要教大家勾花瓣造型的杯墊 需要的材料如下 今天呢 要教大家勾這種四角形的杯墊 然後呢 因為它的就是造型很像花瓣 那所以我就自己幫它取名為花瓣造型的杯墊 那你可以織單色的 也可以織雙色的 那今天呢 要是為大家示範的是三種顏色的 那我們也是需要三球餡 那我這次準備的是 淺粉紅 然後鵝黃色的餡 然後還有桃紅色的餡 那我們這次是打算用當淺粉紅絲當最裡面的 那其他的餡就先去放著 先把餡抽出來 然後呢 我這次使用的也是 3.5mm的勾針 這個杯墊呢 用的是環形請針法 那之前的影片都有詳細的講解 我們這裡就快速的帶過 在手指上先繞兩圈 然後把線抓出來 然後呢 立一個鎖針 那我們這一次呢 的針法呢 都是由長針和鎖針組成的 那勾一個鎖針之後呢 再勾兩個 總共有三個鎖針 現在呢 在針上繞一圈線 把針插入這個線圈當中 把線勾出來 然後 再勾線圈 挑出兩條線 現在針上面還有兩條線 那再 把兩條線都挑出來 這樣一個長針就完成了 那我們先 再做一個長針 現在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線圈上面有 一 二 三 這個 前面一開始的三針鎖針也算一個長針 現在有三 三個的長針在我們的線圈上面 接著呢 立三針鎖針 一 二 三 立完三針鎖針之後呢 在線圈上面 再勾三針長針 一 二 三 三 立完三針長針之後呢 再勾三針鎖針 一 二 三 然後勾完三針鎖針呢 再勾一次三針長針 我們這個步驟呢 總共要重複四次 三個長針加三個鎖針總共要重複四次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啊 把我們三針長針三針鎖針 三針長針三針鎖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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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針長針最後的三針鎖針 都已經勾完了 現在形成這樣的形狀 那先把最後一針的線拉長一點 線針先放在旁邊 然後拉動我們的線圈這條線 會有一個線圈先移動 然後拉移動的那條線圈 把這一條線圈拉緊 放下面的那個線合併起來 變成這樣子 然後呢 再移動這個線頭 這樣子這邊就會合併起來了 然後呢 這時候把針放回來這個線圈裡面 把線拉回來適當的大小 那一般的做法 如果說你是要繼續勾同個顏色的話 你就在這邊 第一針的地方 數三針 插進去這個針目裡面 這樣子 然後呢 就可以 把兩個線圈合併 這樣子合併 然後就可以繼續勾下一圈了 那因為我們是要換線嘛 所以說 我們也是同樣呢 我們先把針插入這個針目裡面 然後呢 拿出我們 下一個顏色的線 下一個顏色的線拿出來 線頭在這裡 這邊 先用另外一隻手固定住 然後呢 直接勾這個 並下一個顏色的線 勾進這個 勾進來 將第一圈合併 然後把這個淺粉紅色的第一圈的線圍 拉緊一點 然後立 四針鎖鎖 一 二 三 四 那 大家應該還記得 我們一開始第一圈的時候 先立了三根鎖 三個鎖鎖 那三個鎖鎖 基本上代表一個長針 那我們這邊第二圈為什麼要多立一個呢 其實是我們第二圈的步驟呢 是遇到三個長針的時候 要勾一個鎖鎖 那所以 因為我已經先立好了一個 長針在這裡 那這個長針呢 是最後這一圈的 一條長針 那我們一開始開始 就是先遇到三個長針嘛對不對 那我們一開始就要先立一個短針在這裡 沒關係如果真的聽不懂的話 我們就去示範 然後呢 接下來規則就是 遇到長針 要立一個鎖鎖 然後 遇到三針長針的地方 要勾三針長針加 三個鎖針加三個長針 所以我們要 在這個洞裡面 先勾三針長針 直接勾三針長針 一 二 三 然後 然後再加三個鎖針 然後再加三個鎖針 二 三 然後再加三 那剛才我們遇到第一圈的三個鎖針 這邊已經織完 那我們又遇到第一圈的三個長針 這邊勾一個鎖針 然後接下來呢又遇到了三針鎖針 那跟這邊的織法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不重複說明了 我們直接就 跳到最後吧 目前啊我們已經知道就是 這裡算是最後 第二圈的最後的部分 那在這個第一圈的三針鎖針的這個部分 我已經勾了三個長針加三個鎖針 接下來是不是還差三個長針 那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先幫最後一個洞 的地方勾了一個長針 所以剩下的部分呢 只要再勾兩個長針就好了 小心要不要勾到就是 你的另外一個顏色線 勾好了兩個之後呢 勾到這邊這個 鎖鏈的這邊 數一二三 在第三個洞子的這裡 插入 然後呢我們在這裡 又要繼續換下一個顏色的線囉 那如果說啊 像你如果要做 這種涼色的 那是不是又跟第一圈的顏色是一樣 這時候呢 就直接把後面的第一圈的顏色 後面這個部分 第一圈的顏色 抓上來 直接勾下一圈 這樣子合併 勾下一圈 那因為我們要做的是三個顏色的 所以呢 我們就把第三個顏色拿出來 然後也是一樣 把線頭在這裡 線頭在這裡 線頭在這裡 就先抓著 然後呢 也是一樣幫助第二圈的顏黃色合併 直接勾出勾出 然後第三圈呢 我們先立 三針鎖針 一 二 三 那這一圈呢 多加了一個規則就是 遇到 你的上一圈 是一個鎖針的時候 在這個鎖針裡面 勾三個長針 等於說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是一個鎖針 這裡要勾三針的長針 在遇到這三針的長針的時候 勾一個鎖針 然後呢 在遇到這三個鎖針的時候 再勾一組 三長 三鎖三長 然後在這裡 一個鎖針的時候 勾三針長針 這樣子 這樣子循序下去 那我們現在已經先勾 這個鎖針就算一針長針了 那我們再勾三個 再勾兩個長針就好了 這樣子 這邊就有三針長針了 然後呢 勾一個鎖針 遇到三針長針 勾一個鎖針 然後遇到三個鎖針 勾一組 三針長針鎖針長 所以一開始要勾三針 勾三針 然後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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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又遇到 第二圈的這個是三針長針的時候 勾一個鎖針 然後呢 遇到一個鎖針的時候 勾三針長針 其實就是遇到什麼 勾相反的那一個就是了 好 那基本上呢 我知道這裡呢 就已經快要吃完了 這邊的這一組呢 就是三場三鎖三場 我已經勾完了 那剩下遇到最後這邊 三個長針的 要勾一個鎖針 把這個鎖針 先勾好 那 也是找到 第一針的部分呢 數三個鎖針 一 二 三 在第三幕這邊 插入 插入好了之後呢 目前我們先看一下 成品是這樣子 那 我們目前做的大小呢 是 大概八公分寬 那如果說你還想要更大的話 你可以繼續再往下支 那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覺得差不多要結束的話 這次就不用再勾不同顏色的線了 就直接合併就是用同一個顏色的線勾 仰針一起 挑出 然後呢 再勾一個鎖針 把它拉緊 這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拿剪刀 把我們所有的線頭都剪掉 要稍微的有意短 就是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長 大概五公分左右 好這些線頭都可以移到旁邊去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背面啊 看起來很亂嘛 那就需要把 我們這些 線頭 都 藏到我們的 作品裡面 那藏線呢 就簡簡單 找像同顏色的線順著紋理 的地方 把它藏進去就好 像第一圈這個淺粉紅色就可以順著 圓的這個部分 直接 勾出 覺得差不多就可以把線頭剪掉 那像一開始這個換線的地方啊 可能會需要稍微注意一點 不要讓線跑掉 因為如果跑掉的話可能 你做可能就會鬆開 所以我會建議說在這邊 就是做一個 不不強的動作 要稍微把它拉緊一點 稍微把它拉緊一點 再順著它的紋理 藏進去 這個差不多ok就可以把它剪轉 那我現在桌上呢 有一隻 貓 在擋 擋住 我的 我的鏡頭 那大家 在這裡 那最後這個 最後這裡啦 剛才啊 我好像沒有把這個 這一線線 抽出來 它其實是要抽出來的 然後 直接 也是順著織物的紋理 把它 藏起來 很厚 它的 就是你們去做 在這裡 這 礦泥 不是 有的 在這 什麼 你 吃 的作品可能會歪掉 就是讓它正常的鬆的就好了 這樣子我們的杯墊就完成囉 那如果說啊 就是 好啦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被它胖屁股擋住 胖屁股擋住了 就沒有辦法拿到 那如果大家有時候想要 就是想要把它滋大一點 但是又不想要一直這樣滋下去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小個小的 然後不同配色 然後到時候我們用拼器的方式 把它拼在一起 這樣子也會很好看喔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教學 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看更多的話 請幫我按訂閱喔 不要忘記我們有約定 訂閱滿2000 我們就會辦抽獎活動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最後一riel снова來